各位網友,大家好,我就是Beyond KL的Terence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今天4月18日公佈了最新中國第一季的GDP數字 就是4.8%增長 這個數字一出來之後,坊間有很多媒體都說 不錯,好過預期 於是就引起我自己的興趣看看,其實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是否真的這麼英俊呢? 第一季的數字會不會有些東西其實大家沒有看到呢? 於是我就一直看下去,越看越擔心 因為原來有很多 一直以來在過去幾個月,人們說的一些問題 其實在第一季已經是出現了,不過呢 如果你只是看那個最底線,就是4.8% 你就看不到的,所以這個影片就想 highlight其中三點,我想大家很留意第一季 那個數字,特別是4.8%背後 有很多東西值得是留意的 第一點,4.8%能夠增長這麼大呢? 第一點就因為它那個固定資產的投資 那麼這一點,如果你有少少讀過macroeconomics 都知道這個就是I,即是investment 包括建廠啊,建寫字樓啊,建房地產啊,買機器啊 這一類的整體的投資 事實上第一季就不錯的,9.8% 這個是大家可以在一個表裡很明顯看到 但是,其實在整個投資裡面 大家最關心始終都是房地產 因為房地產呢,事實上呢 在過去一年經營了很多的風波 從恒大開始到現在呢 仍然是死氣沉沉的 所以你看一下房地產特別是住房那個的投資呢 在過去這一季,即是2022年的第一季 對比2021年呢,其實只是很輕微增長了0.7% 那這樣東西呢,很明顯表現到給大家看呢 其實整個的住房政策呢 仍然呢,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還有呢,那個負面的情緒呢 仍然是困擾得很厲害 特別如果你看一下住房那個面積 就是輕建的面積呢 你就看到其實比去年同期跌了很多的 那在另外一個影片呢 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的 那所以整個住房的問題呢 對發展商也好,對用家來說呢 那個的陰影仍然是未消除 那這件事情呢,是大家很關心的 那第二個因素,為什麼第一季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出口非常強勁 比起去年第一季增加了是13.4% 而入口呢,就只不過增加了7.5% 那所以呢,如果 你用這個C plus I plus G plus X minus N 這個這麼簡單的方法 你看一下 net export 就是將出口減了入口呢 其實比去年同期呢,是爆升了45%的 那這件事情呢,也很影響到第一季的GDP 但是接下來就慘了,因為 清零,上海封城 其實呢,只能讓整個航運出現很大的問題 塞船各方面已經很明顯浮現了 所以 第二季接下來那個出口 就算你做得到 就是說,就算你可以維持工廠開工 你運不運到出去,或者運到多少出去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隱憂呢,是很大的 因為第一季就靠這麼多的出口 第二季我相信呢,出口或者淨出口呢 一定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COVID,因為風性 第三樣東西,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內需 內需呢,如果你看看第一季呢 又不差的話,3.3%應該都不錯啦 但是你看這個圖呢,你就知道 很慘大 為什麼呢 第一季能夠保持到3.3%呢 最大的原因呢 其實 是因為頭兩個月 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那跟著呢 三月份你看這個圖呢 就很明顯下跌 就是3.5% 就是說三月份呢,其實是下跌得很厲害 一、二月 升得很好 三月跌得很厲害 於是乎,如果你看看成季呢 又覺得好像不錯這樣 但你不要忘記三月份 才是那個疫情最重要 開始 嚴重影響,封城,各方面 無論你,看看上海也好 深圳也好 那你發覺呢 餐飲業 跌得很慘 16% 而其他的消費品呢 都跌了2% 很明顯 三月份呢 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這個呢 整個對經濟的影響已經是浮現了 不過 如果你只是看第一季的話呢 就看不到三月份的跌幅是這麼厲害 那更加重要呢 就是你看看三月份 那個大家的消費 那個跌幅在哪裡呢 消費品 包括譬如說 汽車跌了多少 跌了7.5% 如果你說買家具 跌了差不多9% 電器 跌了4% 金銀首飾 跌了18% 衣服鞋物 跌了13% 就是所有 就是不是一些必需品 就是日常你必需的 譬如說 柴米油鹽 這些肉類啊 這些東西 你必需要買之外 其實基本上面呢 所有的消費品 就是可以說得出 都差不多呢 是跌了的 現在跌幅相當之厲害 就是可能是十幾個% 你看一下那些 就是大家買首飾那些 可能大家都在疫情裡面都不打算買這麼多首飾的時候 跌了很多 所以這些消費品呢 事實上呢 3月份跌了很多 就是說 疫情的影響已經浮現了 而這件事呢 我相信如果到了4月5月6月 而它繼續清零 而這件事搞不定的話 對第二季的經濟影響呢 接下來會比第一季明顯明顯很多 所以這3點呢 就是我自己很簡略地 看到的情況 真的不下去 無論 你現在看一下 就是房地產 興建 各方面的情緒 仍然非常負面 出口很擔心 因為你做到 都不知道運不運出去 第三樣東西 消費品 因為封城的關係 大家停了 除了日用品繼續買之外 其餘的東西 基本上面停頓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接下來呢 在第二季就會很明顯就會出現了 所以呢 自己呢 真的覺得非常擔心的 雖然好像表面上面 是4.8%不錯 但是你看清楚你就會發覺 所有 一直以來坊間 講緊那種的隱憂 已經在這個數字裡面呢 完完全全浮現了出來 所以呢 接下來 大家真的要真是 關心中國經濟的朋友呢 都可能跟我有一個同樣的感覺 就是說 第二季呢 會真的非常艱難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繼續 下次呢 會跟大家講一下不同的議題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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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